现在日本举国上下都对东京奥运会的乒乓球项目充满信心,这种自信心的膨胀完全源于实力的提升。近年来,日本乒乓球进步明显,取代了韩国,成为中国头号强敌。当然,日本乒乓球跟目前的中国乒乓球比起来还是有所差距的。 不过,日本乒乓球都崛起跟中国人有很大关系。很多中国的乒乓球选手奔赴日本发展,这提高了日本乒乓球都水平。对于王瑞来说,是日本的乒乓球让他的职业生涯迎来第二春。王瑞曾是河北省队队员,是马林的队友。跟马林等人比起来,王瑞的实力不算差,只是国内竞争实在是太过激烈。 王瑞实在找不到自己的位置,为此不得不选择往海外发展。2002年他前往日本,在日本乒乓球当起了教练。在日本定居几年之后,他顺利地入籍日本,并且改日本名中泽瑞。由于在日本多年,中泽瑞的执教成绩十分突出,在日本拼弹地位也是非常显赫。 他曾是石川家纯的恩师,亲手带了石川家纯六年,也是平野美宇的教练。在目前,中泽瑞手下汇集了日本乒乓球的两大新星,也就是平野美宇和张本志和,两人都是年少成名的球员,而且进步申诉。 中泽瑞的执教,很多都是完全高仿中国乒乓球的。中泽瑞不断鼓励学员们学习中文,只有这样子才能更好的跟中国球员交流,也更好的投尸。 在他的推动下,石川家纯、平野美宇等人的中文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。 到了东京奥运会,那时候就是日本乒乓球的人才培养计划的收成季节,中国乒乓球可能要吃点苦头了。 作为日本教练,即使仲泽瑞之前是中国人,可他却是想尽办法来打败中国乒乓球,甚至是叫肖击败中国,尤其是他的弟子张本志和更是肖章。 在其为而谋其事,这很正常,可是,整天叫肖是几个意思呢? 郎平也曾带领美国女排击败中国女排,也不见得郎平叫嚣,或许这就是人品之间的差距。